韩国政府见了 说你娶个媳妇 我就奖励你3000万韩元 什么情况 娶媳妇还要政府出手 让人想象不到 韩国政府居然推出这样的政策 并且鼓励大龄单身汉 去勾搭来韩国的留学越南女大学生 你要有本事 你勾她在家再生个碗 我政府直接奖励你3000万韩元 韩国人口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这不是疯了吗 可以说在电视上 在手机上看过韩国小鲜肉欧巴 这不至于这样吗 怎么会娶个媳妇都娶不上呢 还有高的越南大学生 这都哪个哪 其实说明一个很简单的社会问题 韩国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其实如果要想说明这个问题 还得从上个世纪80年代谈起 当时的韩国正处在开启激进激烈的工业化改革 将全国的财政资源全部投入到哪儿啊 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建设闹走 这就导致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 但是农村地区呢 得不到资金支持 日益落后了 那些这个韩国农村人一看呢 这大城市发展这么好 医疗水平教育方面还这么高 还干净利索 我说有点能力 有点本事的都去哪了 都去大城市打工了 或者做老板了 可以说随着人口的一个大量涌入 带来了韩国城市的经济快速的繁荣发展 但是也让城市年轻人压力倍增 同时韩国首尔的房价也随着经济的发展 怎么的 随上传高了 每瓶你房价高达惊人的13万一瓶 那韩国人那个平均收入是多少呢 平均收入是一万块钱人民币 你说韩国人挣那点工资 那他得不吃不喝多少年了 60年才买一套房 就这个收入 在韩国大城市你说 就像像办个像样的婚礼 那是不够的 这样娶个媳妇再买台车啥的是不是 这么一看韩国人别结婚了 据调查统计 被迫单身的韩国人 但接近40%的男性是这样的 因为付不起高昂戀案费婚礼费 所以说他们被迫单身 再加上韩国纵男轻女的关键特别严重 这个观念导致男多女少 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本来韩国的娶媳妇就费劲 再加上韩国男人比女人多 无疑啥雪上加霜 再加上现在结婚的成本这么高 刚才我也说了 就是什么婚房 钻戒包包 杂七杂八 这个费用价钱的非常多 所以说单身的男人就特别多 光棍特别多 那么这么说女性的日子就好过了吗 其实韩国女人那个日子也确实不容易 韩国大城市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 这女性一旦结婚怀孕生孩子 反对最多呢 说出来你肯定是想象不到的 是韩国女人反对的最多 因为啥 他们担心呢 大量的男性都去找越南女学生留学生 自己没人追了 没人给自己买车买香包了 买各种化妆品了 只能长参一声 千言万语 近代不言中 可以说这场横跨40年的工业化洪流之下 韩国越南两国的年轻人 或许一开始就注定成为整个时代的牺牲品 这个是主要问题 您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 给个赞 好 今天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